好,出來,貼出來 這條倫宜的小朋友 政王水射買頭不用再把人幫忙 用安排走路路推啊 因為在關注花了三百多萬 在水射買頭行見一座電腿 他們可以方便借電腿政王買頭 過去來正面的時候,這個部分會不會很困難 會啊,會啊,會啊 而且像剛才就有電梯這樣 其實因為我們之前是在 那邊就是一大哨那邊上去 那邊就沒有這樣的障礙空間 那這邊有了,我覺得真的對他們來講是很棒的 請接步 日關處今天基盤 無障礙設施電腿K用電力 日外燈應做無障礙路由空間 今天打出狀態的一步 以後行動無方便的民眾真愛日外燈路由 有無障礙公車、無障礙報道 要有電腿可以解決出 就是無方便的問題 在量的部分呢,我們增加很多 那我們也期望呢,在未來呢,在值的部分呢 有能夠提升 那當然包括行動不便的一個遊客 那我們也考慮到他們如何來如何玩 台灣好行的巴士上面呢 就有可以放置輪椅的這個設備 那水色碼頭因為地形的關係呢,有高差 那所以我們考慮到他們的一個需求呢 我們也克服了困難 在水色碼頭旁邊呢 我們也設置了這個無障礙的升降設備 除了無障礙路由環境以外 無障礙路由環境 也是在外地國家風景庫積極對決的目標 近年都補助兩台電動船正式漏水客行 油艇在行數是聲音色 造成的水影也色 更加重要是電動船最新配備 可以說是世界第一 這個船發動起來是完全都沒有噪音 非常的安靜 那我們這個電動船的部分呢 另外也有安裝這個叫做AIS系統 AIS系統它是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它可以讓船知道 隨時可以知道自己現在船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讓在一個中控中心 知道所有的船目前的動向 航速 還有如果發生緊急事故的時候 可以及時的做救援的動作 電動船的政策 也已經在到油艇業者的支持 由社長有業者加入改換電動船的行列 還有另外的兩艘已經在建造了 那費用也都高達將近兩千萬 另外還有十幾艘的業者 現在正在洽潭當中 日關處表示 日外潭一年由客量已經達到八百萬 對救量的增加當時 也當實質地提升 無常愛和無污染都有 已經先為日外潭發展的主要目標 除了繼續增加無常愛空間和設施以外 明年也將繼續變成一千五百萬 補助遊艇業者改換電動船 繼續王朝聖蔡宏報道